在斯大林的指挥下苏联秘密城市的建设,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 到了80年代时,全国至少已经建成了57个秘密定居点。 居住其中的人口达150万。 这些城市都隐藏在偏远地区。 直到苏联解体之前,他们的存在都只是普通人的猜测而已。 自1991后,一些城市开始对游客开放。 但有西方安全专家认为,仍有15个秘密城市的名字和位置,被俄罗斯政府拒绝透露。 1941年纳粹德国袭击苏联,并占领主要工业区后。 为了躲避希特勒,斯大林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 他把数百家工厂从前线拆解,然后运到西伯利亚乌拉尔山脉以外的安全地点。 斯大林的这些迁移工厂,为后来的秘密城市,建立了大致的模式。 进入这些城市居住的人,是完全与外界切断的独立的封闭行政单位。 城市里,供应楼、诊所、健身房、学校、商店、剧院、餐馆和发电厂,全部自给自足。 包括管理人员在内的工厂员工,被禁止离开。 他们所有的活动,都受到克格勃的前身NKVD的严密监控。 城市周围也遍布栅栏和警卫部队。 而城镇的名字,通常只是一个名称加一个数字城市码的组合。 只有重要的官员知道着他们的实际位置,以及或者如何通过秘密电话网络与之联络。 1945年德国战败以后,苏联领导人又启动了一项要建造数十座新的秘密城市的速成计划。 当时他们正进入与美国和北约的长期对抗中,并且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与他们抗衡。 而对抗的第一要务,就是建造一枚原子弹。 苏联的核专案,催生了至少十几个核弹小镇,其中有十个今天仍在运营,并居住住60万至70万人口。 城市大部分设施,都是由苏联古拉格的努力劳工建造的。 包括从生产部的城镇,到由浓缩中心城镇,再到完全致力于核弹头设计的城镇。 在这些城市的警戒线内,隐藏的运动探测器和其他感测器,覆盖了整个城市。 和其他秘密城市一样。 整个基地都被精心地伪装,以挫败美国的间谍卫星。 这也仅仅是个开始。 接下来按照典型的苏联风格。 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决定将苏联的太空计划,也隐藏在贫瘠的平原上。 列宁斯科的建设,始于1955年。 然后在1957年10月,这里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 不到一个月后,人造卫星2号第一次携带着一条狗升空。 后来在1961年,这里又进行了历史上首次的带人航天飞行。 从1973年开始,数十个拥有约6.5万人的实验室,生产了数千吨生物质剂。 用于攻击性武器,包括鼠疫、图拉热症、腺炎、碳居热、天花、和委内瑞拉玛脑炎。 随住苏联的解体。 高传染性微生物,有时会逃离研究和生产设施暴露在外。 现代最致命的一次碳居热爆发,发生在1979年。 当时发生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郊外一处设施附近的碳居实验室发生事故,造成至少68人死亡。 在1993年,美国和联合国曾援引叛逃者的政言,用来指责新的俄罗斯政府,还在继续研究生物武器。 还有传言称,这些城市仍在大量制造致命的新病毒。 比如马尔堡病毒。 在今天,这些城市的有些秘密,可能已经被泄露。 但是它们的秘密工作,似乎仍在继续。